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Thomas 釋防9月除了一班學生的開學大節之外 其實都是推出一些新產品的一個好時機 除了手機、相機、電腦等等的Gadget之類 其實在遊戲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小大以往一直都有玩足球遊戲 所以在9月或10月這個日子裡 我就非常之留意Fever和eFootball eFootball的前身就是Winning或者PS 在這條影片裡我就會玩Fever和eFootball 看看這兩款遊戲有什麼特別 將它們比較在一起 看看它們有什麼不同的支柱 可能最後就會有些少許輕鬆說一下自己 對這些遊戲的看法等等 事不宜遲 Let's go! 不如先說一下Fever 因為Fever也是很多人討論的一個話題 由20到21 轉了很多模式 其實Ultimate Team也有一些大改動 例如球員轉了會 你覺得有什麼不同 或者你可能想怎麼組隊 過去其實也有玩Ultimate Team 不過也不是說組隊得很久 因為其實要用很多時間去打 又要打得很誇張很厲害 但是今集比我很幸運 我剛剛試了一段時間 這兩天就用了它本身的Fever Point去抽 換了兩個比較厲害 第一個就是尼瑪 第二個就是艾簡達娜 我想有幫助它 因為我本身玩的是英格蘭Team的底 所以這次可能會有些幫助 不過我就是跟著在想 如果被我抽中的尾師 其實是挺頭痛的 今集我又問你一個問題 好 今集Fever有什麼新東西 我真的沒有時間去再深入去看 我只知道EFootball是用了Unview Engine 今集Fever有什麼新東西 今集它從以往 就是它用了一個叫做High Promotion的技術 它就是找了22個球員 在一個球場上面比賽 每個球員都會穿回他們 第一次用的叫做動作捕捉的衣服 一些技術衣 穿上去之後 會在他們的電腦上面 記錄他們的動作 他們就聲稱說 有超過870萬的影格 去記錄他們的動作 所以在我們玩的時候 就會看到球員的動作是很自然 和很流暢 不會說很死板 或者可能動不了的感覺 我初步玩過 我想不夠十局 不過我覺得 動作是有進步 對 像真正在踢球的時候的感覺 對 講到頭鎚 就是它的頭鎚 和拉扯方面 是會更加肉緊一點 可能我們在看英超比賽的時候 球員碰撞 因為我發覺可能在20 21 他們的碰撞是有碰撞的 但沒有那麼強烈 所以可能在一集就會看到 當你在踢角球的時候 球員在禁區裡的搶球 是會更加緊張和緊湊 到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好了 在那麼多個遊戲模式 即FIVA裡面 有不同的玩法 你自己最喜歡哪個 我自己最喜歡就是 用一些球隊的球員 即職業生涯模式 那就是因為我可以用 我例如可以用美斯 去作為一個資料生涯 或者可能用斯朗 你會不會自己創造自己出來 我會自己創造 叫Thomas 對 一定是這樣的 打邊隊 有滿足感 覺得自己踢英超 對 然後試試用180磅 看看我會不會 走得動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挺有趣的 自己去打比賽 而且也可以線上打 對 對 對 線上打然後自己組球隊 踢Division 所以今集你還是會保持著 對 對 可能都是單人 或者是直接模式 但是 故事模式呢 故事模式 今集故事模式是怎樣 今集故事模式我又這樣 略眼看過一陣子 就是 一開始可能就會在巴黎那裡 跟著一個女生 在家裡走來走去 最後就好像去了巴黎星的耳門 去做一個訓練 就是試腳 最後你的界面就會進去一個 就是巴黎星的耳門 對這個 好像李物浦一樣 那我就問你 就是 你如果在FIFA 和現在的eFootball 就是前身的Winning 你會選哪一個呢 以往我想我要選 因為以往要付錢的嘛 今集我相信不用選 今集是Winning 不是 今集都是要付錢的 只不過是Winning 那我就買一隻 另一隻呢 就免費下載 還有有時候有些朋友在家裡 他未必玩開那隻遊戲 那就會變成 有時候招呼朋友的時候 就會想要這隻 有時候和我打就 就會要另一隻 那所以 通常我都會有兩隻在一起玩的 如果給我呢 我都會和你一樣看法的 就是我都會買FIFA 然後eFootball就是下載 因為不用付錢 都一定會下載 對都一定會下載 因為你有兩隻 即是同手機遊戲 那你免費的 你就會吸引你進去 有個位置很特別就是 因為它是免費 那變相 有一些可能以前的朋友 是沒有玩開足球遊戲的 他又想玩足球遊戲 那可能我們三個人 總是差這麼一個人玩的 那免費了 那叫朋友去下載 那就不用付錢 對,一起玩 這個想法不錯 對,樂趣又多了 對他來說 可能他也是這樣想 所以才把它變成免費 是很吸引的 因為免費真的 不用付錢 就可以擁有這麼多 這次的大變動 就是開球樓 叫球員入場 有點像我們平時 真的看球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跟衣室的球衣是怎樣 可以選擇不同的版本 我也有個有趣的地方 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個叫比賽計劃的選項 這個界面 就跟我們平時設定的 有點相似 但有個叫戰術的地方 因為今集的比較大的改動 就是因為AI的進攻模式 其實會偏向原本的球隊 就會有六種不同的戰術 不知道會不會加的 例如巴塞是喜歡玩控球的 他本來真的會推銷控球給你 我們就隱約聽到 其實我們的球場 我們是球評 我們熟悉的吳嘉謙和Keyman Keyman 好 開球 你開 我開了 OK 好 Liceball Liceball 看我能不能入球 國球入球是少人足球 大家不要緊張 我本身是一個汽車維修員 嘩 一個大槌 喂 卡回來了 又有值得說的位置 如果大家看到 他的位置是 兩個球員對峙的時候 他會將鏡頭拉前 讓大家說 一來有緊張感 二來是大家沒有那麼容易 在這些危機位置的時候 會認錯球員 這個是今集其中一個大的 比較 嘩 嘩 回喘 剛剛玩了一陣Fever和eFootball 當然各有優點 Fever就這樣玩上手 最明顯就是球員的動作 比之前流場了很多 無論是進攻和防守 都變得更加積極 而eFootball一定是免費遊戲 你可以說這個是優點 或者是他的特點也可以 另外球員的樣子 或是他的畫面 慢慢做得很像 像真度更加高 另外增加了場邊的動畫 例如球員的慶祝動作 觀眾的反應 或者場邊的保安等等 都增加了很多 令到整場遊戲 變得更像真正的直播 今次的Thomas Todd 先到這裡 如果各位觀眾對這兩隻遊戲 有什麼看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 如果想看更多的產品評測 就記得訂閱PCM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